老花一开箱 今天呢 这个来到的是一个锦带 锦带这个东西呢 是可以全国各地 实现地摘的 像辽宁那边都可以地摘 话不先多说啊 先看看是什么样的 开箱 这个价格呢 是30块钱 用这么大个箱子 都给压扁了这个盆子 厨宝们收到这种花压扁了 这个状态没事 还可以救过来 根系非常的完善 先把草拔一拔 我直播的时候也是有人说了 你怎么把草给拔了 这是养花的强迫症 厨宝们养花也会遇上这种情况的 根系非常的健康 虽说被压扁了 但是丝毫不影响 用到的是营养土 应该是泥酸土 根系很棒 很划算 30块钱的价格 先来那先入盆入土 烟 花友们收到这种 根系很健康的一个花 圆埔圆土过来的呢 就正常的换盆就行了 换盆的时候呢 往里边加土 还有加肥 底下垫入一部分底土 稍微过一过筛 留一下大颗粒在上面 在这个下面 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利于 它的盆土排水透气 下来呢 撒入一层底土 加上一层底肥 加的是花了多优质 颗粒控制肥 这样的话 100天就可以不用施肥了 把这个根系啊 很多的话 我说习惯性的 给它这种破开 其实没有必要啊 你破开 不破开的 它自己根系会往下生长 埋的时候不要太深 埋的时候不要埋太深了 接下来就加土 土壤压实一下 比如话说压多实 压的差不多就行了 一定要露出来 它原本的平面啊 埋的时候不要把它 原本的平面给埋进去了 这样的话 根系它是往下生长 好多的话 我就埋的太深 给闷根了 接下来呢 就浇水 像这种时期呢 咱们浇水啊 就可以加入几滴生根液啊 不用太多 加几滴就行了 加水 随便加几滴 然后加水 加生根液呢 是为了让它更加快速的 去浮肥长根 就不着急施肥啊 慢慢的一定要把水全部浇透 之后呢 就正常的日照 去养护就行了 咱们放到那边去 将来呢 咱们就放到一个光照好一点的 正常养护就行了 现在是春天 可以全日照 如果是夏天高温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放到这种地方 放到这种象阴的一个面 这种缓个两三天 你等它制定起来了 然后慢慢的见光 就是慢慢的往这搬摆 慢慢的往这上 然后最后直接全日照 现在是春天 但这个不影响 我就直接放到外面 如果说大家想看什么样的开箱啊 或者是什么的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可以给大家去选购 然后去给大家做教学 当然了 老花眼后带来更多 更有趣的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然后花有门给这本花 打个分吧 是三十块钱 然后就这种描述 您看得打几分合适呢 我是老花艺 把这带来 来了